我就被智库坏了 只要喝点小酒 进入微醺状态 才酒壮怂人胆 我喝酒是为了解放微信思想 不像那些做皇帝梦的 你说你就是一沙皇 还真把自己当沙皇 其实人类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的时候 为什么叫 这馋 我在吃我姐给我的红枣 她让我一天吃六颗 说这红枣可以补充血 我不是海湾战争综合症吗 在伊拉克中了瓶油弹了 所以我就造血机能差 我一天吃六颗红枣 你说这普京 你说 你们家受到威胁了 人家乌克兰是个独立的国家 自古以来就是独立的国家 1917年你们一声炮响 在你普京的老家 圣彼得堡 改名彼得堡 改名彼得哥勒 改名列宁格勒 又改回彼得堡 现在又改回圣彼得堡 你普京的老家 你以为你是一个脑袋看欧洲 一个脑袋看亚洲 全世界就是你的了吧 我离普京最近的距离 一本砖距离 有过两次 一次是2004年的诺曼尼登陆 60周年 一次是 我就不悬要我这记者证了 而是我是进铺了 这 一次是 2014年诺曼尼登陆70周年 诺曼尼登陆被称作解放 就是人类自由的力量 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 开始进入到法西斯德国占据的 法国和整个欧洲大陆 所以从那以后 把人从压迫中解放出来的 叫解放 由此好多美好的词诞生 就包括解放鞋 解放帽 解放衣服 然后有各式各样的解放 人家乌克兰是一个 独立的主权国家 你凭什么就看人家要加入 欧盟 你就跟人急 你就朝人开战 而且你自己 你们俄罗斯 四次要求加入北约 明确的要求 第一次是叶利钦提出要求的 你普京三次要求加入北约 人家看你劣迹斑斑 人家不接收你 那也是几十个国家 也得投票 也得选 看你不是好东西 人家不要你 你想加入北约可以 你干嘛不让你邻居加入北约 是吧 人家刚提出要加入 你就揍人一顿 完全是强盗逻辑 而且我就发现这老毛的人 血脉就不好 从一开始 从古代 这帮斯拉夫 斯拉夫就是slave 我们不该种族歧视 罗马人把他们叫斯拉夫 就是slave 拉丁语就是奴隶 就是你们这帮奴隶 为什么奴隶 不够个好事 还老捣乱 你说你占了多少土地 被你占的最多的是我们大中华的土地 如果往远处说一点 五百多万平方公里 少说也三百多万平方公里 从现代史上就讲 列宁那会儿 斯大林那会儿 来北边坑门拐骗 结果北边军阀不买你账 你们就到南边建军校 出不前 古东他们从南边往北打 古东北边的军阀 把故宫里的大清皇帝 溥仪给赶走了 本来中国是亚洲第一个 从亚洲第一个共和国 人民共和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 我们把第一次世界大战 叫帝国类战争 为什么呢 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 要消灭所有的皇帝 第一次世界大战 消灭了沙皇 罗曼诺夫王朝 消灭了德国 就威廉安日他们家 霍恨索伦王朝 消灭了土耳其 奥斯曼帝国的 奥托曼帝国的 奥斯曼帝国 那没什么王朝 就土耳其突厥那些人 那些回回王朝 消灭了什么罗曼尼亚 还有哈布斯堡王朝 就奥雄帝国的 一直世界大战 消灭了一帮做皇帝梦的傻逼 把那些做皇帝梦的傻逼 绳之以法 也没怎么绳之以法 你要主动下台就得了 比如德国的威廉二世 就是八国联军的时候 往中国派瓦德西的那威廉二世 活到二次大战呢 一次大战王位丢了 跑到流亡 流亡到荷兰 流亡到他亲戚家 在他亲戚家继续住着 也没人管他 一直住到二次大战 快结束的时候 希特勒还没完蛋呢 他死的时候 希特勒还派人送了花圈呢 死在荷兰呢 其他那些皇帝 像普怡 那皇帝也完蛋了 中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1914到1918 2014的时候 一次大战最惨烈的就是 凡尔登绞肉机啊 什么的那个 比比利时 比利时邀请世界上五个研究一次世界大战的 我算不上啊 我也是 我是中国的代表 我们去考察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 就是要消灭那些做皇帝梦的人 其实早在1911年的1912年 中华文明5000年 那会儿中国就看明白了 想当皇帝的人没有好下场 啊 所以1911年辛亥革命 我们就把地质给消灭了 中国是亚洲第一个变成民国的 嗯 显示三战日本还有天皇的吧 那天皇自己都不想当了啊 英国是所有帝国里边最狡猾的一个 在那个时候 呃 维德利亚啊 就装傻啊 呃 派他老公啊 他老公叫艾伯特公爵吧 啊 就是到矿工里边 到煤矿里边 呃 到苏格兰啊 去装帽作样亲民 只有那些傻帽的反动的 比如沙皇 罗曼诺夫王朝 才被你们俄罗斯的红军 被你们的布尔什维克啊 然后雪淋淋的在西伯利亚给杀了 嗯 你们俄罗斯人呢 就天生的好占人土地 你说你占了这么多土地啊 你能干什么啊 你看现在连呃 中东沙漠里边那些国家 都治理沙漠啊 滴灌 发明好的种子 你说占了那么多土地 就说说占我们中国多数土地 占了这些土地你干什么呢啊 在那慌着 然后呢你文明水平又低 然后就卖我们土地上的财富 反过来啊 又把我们原来祖上的土地 当然现在民族国家被你占走了 我们就也不说什么了 你把那些地占走了 再变成油 变成气 再变成森林 再卖我们卖我们还不好好卖 还还这么玩阴谋 挣我们钱 一个病态的国家占的领土越多 嗯 人类就受的痛苦越大啊 你凭什么再去占一个主权国家的土地呢 嗯 我就老说我呢就懦弱 喝点酒呢 酒壮怂人胆 稍微厉害一会儿 也就说两句狂话 酒一死 酒一醒就又怂回去了 因为我们是农耕文明 农耕文明有家有业 出了张家村 李家村啊 高家庄 昭庄 马家盒子都没亲戚 嗯 啊 不像那些 节列文明 走到哪 抢到哪 嗯 赤飞对一大刀 梭标 就会抢人家东西 嗯 啊 对 我这包尔科查金的帽子 也是人乌克兰的 你们把乌克兰的奥斯特洛斯基 抢到你们俄罗斯去 你们翻译的那些东西也有问题 嗯 什么 白俄罗斯 白俄罗斯 白俄罗斯是另外一个字 乌克兰也不是俄罗斯 啊 你要照这么说 新加坡越南朝鲜整个东亚 那全是我们中国了 啊 没有这么算账的 最可恨的就是说 不老老实实的做新人谈判 你可以加入北约 你三次普京三次申请加入北约 被人驳回 然后乌克兰就申请一回 你又把人家国家打了 啊 多少人流利失所呀 你这种就是战犯 就是反人类罪 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有过纽伦堡审判 有过东京审判 你就等着审判吧 有过纽伦堡审判 有过纽伦堡审判 有过纽伦堡审判